公告开会 各位同仁大家早 现在开始进行第二次会议 报告事项 今天上午的议程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审计市总决算的审核报告 第二个重点是 审议104年度本市总决算的审核报告 那么第三点是 审议104年度 财团法人本市文化基金会的决算 那么下午是小组活动 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 预备会议记录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3日 9042分至9047分至 第一连本会议事厅出行议员降虏护表 列席市政府市长图醒哲等22人 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 主席校议长处理 报告事项 一本市临时会系 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第三项第一款计 本会议事规则第六条第三项第一款规定办理 经市长之请求而召开 二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 业经程序委员会105年第六次会议审定 至105年10月3日起至10月7日子 会期五天在本会议事厅召开 讨论事项 讨论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 决议照程序委员会审定之议事日程通过 建议事项 张旭华议员一见请与果菜市场总经理 于10月5日市政讨论议程列席大会 报告梅基台风灾情或大会无意通过 外对企划处长为列席大会及代理人员等提出质疑 见请市府而后应韩文通知已示 对大会之尊重 散会90式7分 第一次会议记录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3日 90式7分至90式8分之 地连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降颅护表 列席市政府市长图形者等22人 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 主席休议长处理报告事项 一出席人数以打法定人数 主席宣告开会 二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 未受理事府提案不进行读会程序 本次临时会议员提案及人民请验案交付 各有关审查委员会审查 三会9048分宣读完毕 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 好张秀娃议员 主席我掌事说辞职国宅市场 两个总经理都有 不是只有国宅市场 辞职网有 好谢谢 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确认 好各位同仁 依据嘉义市政府105年10月3日来行 那么有关本次临时会 那么议程的期间 企划处及行政处的主管出席情形 现在请议事主宣读韩文 嘉义市政府105年10月3日 府民行至第1051204478号 阻止有关贵会第九届 10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临时会议程期间 本府企划处及行政处主管出席情形 详如说明 请查到惠云 说明 因本府企划处处长及副处长出缺 现占由行政处处长陈宝东 代理企划处处长一职 于贵会第九届 10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程期间 企划处由代理处长陈宝东出席 行政处由副处长陈冠迎代理出席 令105年10月3日 因行政处处长陈宝东临时陪同家属 紧急就医不课出席 贵会临时会开幕 仅此说明 敬请见谅 好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本案有没有意见 好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存查 审计市总决算审核报告 好 现在请嘉义市审计市的黄主任来报告 那么有关于104年度本市总决算 以及附属单位的决算 计中计表的审核情形 来请黄主任 谢谢 主席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很荣幸今天来到贵会 做104年度嘉义市总决算的审核简报 那首先我先介绍几位我们这个市里面的主管同仁 那我本人是嘉义市的主任 那个今年才从花蓮调过来接替那个退休的梁主任 来来这边学习 那第一课的课长是李嘉峰 李课长 他也是今年才从台南市调过来这边服务的 那第二课的课长是我们在地嘉义的这一个乡亲 是蔡文静蔡课长 第三课的课长也是我们嘉义的乡亲是郭课长郭景博 那底下呢 我就这一个本次104年度总决算的审核情形 也做一个简要的报告 他报告大概是分成五大类 包括总预算执行 还有市政计划实施 政府的资产负债以及呢 营业非营业基金的查核事项 另外呢 有一个是各方的建议意见 他最后简单报告一个结语 那第一个呢 首先报告总预算执行之审核的这一部分 那104年度呢 税入的部分呢 我们简列了478万亿元 那这个是主要是这一个简列那个住宅租金补贴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被动式的吼 那个申请的人数没有那么多 所以不需要保留 把他修正简列掉 那第二在税出的部分呢 今年呢就简列了这个2,060万亿元 那这一部分呢 除了刚刚那个租金的部分 不用支出也简列以外呢 另外呢 还简列那个保留 亦保留这个中新路后裔街道建国路人行道 改善工程的这一些经费 那104年度的这个数据 数据的指寻结果是6亿6483万亿元 那用来厂还债务4亿5,043万亿元以后呢 104年度的这个收支剩余 有2亿1,400多万 那在税务的这个审定的部分呢 刚刚谈缺了114万亿元 里面呢 有保留数是5亿6千多万 这个占预算数的比例是5.03% 那主要是办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等补助款呢 这个是向中央请款的 那因为这个工程进度不到 所以没有办法请款还需要保留来继续执行 那税初的部分呢 是107亿7,848万亿元 里面呢 有保留数呢 应付保留数是11亿1,934万亿元 占预算数的9.7% 那这一部分主要是一些工程规划啦 它的设计变更 变更设计中啦 或者呢 施工中上的完工 或者呢 延后执行 有一些计划 它全是规要作业延档 还需要保留来继续执行 那在总预算执行审核这一方面呢 我们有提了一些相关的审核意见 那第一项是预算的筹编以及执行呢 有一些这个欠周的情形呢 包括说呢 有一些税入项目预算编列和实际执行差异 比较大的 这一部分呢 像类似像罚款啦 还有一些那个其他收入的预算的编列呢 和实际执行室呢 有一些差异 另外呢 注销以前年度的收入款项呢 比上年度增加 那像去年的话呢 它注销的部分是3,500多万 那今年注销了2,800万 增加了750万的这个注销数 影响市区的收入裁员 另外呢 像税初的资本门的预算保留金额呢 比较大 保留率比较高 那去年的这个保留比例是60.24% 今年是68.21% 那整个保留金额是27.904万 这一些呢 有需要呢 来加强检讨改进提升预算的执行绩效 那第二项是一般性的补助款 有一些项目呢 它执行率偏低 包括说呢 像基本设施的补助经费 它的预算执行进度落后的件数比较多 像今年呢 执行率低于80%的 有103项计划 那另外呢 有19项计划 它是没有执行的 那第二个呢 是交易设施一些指定项目 包括说那个 国庄小的老旧危险校 校舍的整建工程 它的预算执行率偏低 所以呢 中央的考评分数呢 相对也就偏低 另外呢 有一部分那个用地 它的增缩前置计划冗长 然后呢 招柜的招标前置最悦 也有欠降使 那计划执行进度呢 也是漏后的 那这一个 这一部分呢 有带来 积极来检讨办理 第三个是 有关路边停车规划 以及收货管理情形的问题 那我们提了几个意见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委托金融机构来 代收路边的停车费 那金融机构有时候呢 它有那个延迟缴固的这个情形 它主要是 原因是因为它企业里面 对于代收款的费款期限的规定 不是很明确啦 那第二个是委托世家那个超商来代收手续费呢 它是3.9元 比委托金融机构2.5元来的高 那我们是建议说呢 是不是能够拓展多元的缴费管道 来降低这个所续费的这个支出 另外呢 对于这一个部分的习惯性欠费的这个大户呢 也要按照规定来移送强制执行 那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民众呢 他没有接到停车收费的通知单 或者吹脚单 但是有授法 授法的这个成型案件呢 它比例就会相对来偏高 这一部分呢也都需要来检讨改善 第四个是有关食安的部分 那食品接受追踪系统的推动呢 还有呢 有一些食品业者呢 应该要建立这个追踪系统 以及申报资料的这一块呢 有需要来加强辅导办理 那第一个就是说 有一些那个业者呢 他还没有在食品业者的登录平台去完成登录 这一部分呢 是已经完成登录的有760几家 那没有完成登录的 完成登录的是1,070家 另外呢 对于商业建立食品追踪系统 按业申报资料的食品业者呢 应该要来积极辅导他们来做 这一部分呢 最主要是大众物资还有茶叶输入业者 这个有15家 但是其中有4家呢 他还没有建立相关的这个系统 另外呢 对于商业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的食品业者呢 也应该来尽数辅导他们来强化住室管理 这一个监测计划应该做的呢 有10家 但是有8家 还没有奠定相关的食品监测计划 那我们呢 也希望市府呢 来加强业者来办理 那第五个意见是呢 有关美术馆的新建工程 只请进度落后这一块 那美术馆的新建呢 他事实上在103和104年度呢 累计他边内的预算数呢 有3300万 执行数呢 到现在是540万 那占可用预算数的百分之16.39% 那我们有查理到说呢 他进度落后的主要原因呢 是呢 他这个管主的基地呢 在104年底的时候 当时呢是还没有确定 那也整个计划也处在细部规划设计的阶段 影响预算的执行绩效 所以我们呢 也通知市政府来检讨改善 积极感办相关的这个工程计划 接着报告市政计划的实施 他的考核方面 那嘉义市政府和所属机关 他的104年度 市政工作计划有189项 那已经执行完成的有110项 那上载执行的部分呢 有79项 那整个施政计划呢 按照正是北的这个租出来看呢 有9个大类 红色的像社会福利租出到其他租出等5项呢 他的这个今年的租出的省定数呢 是比上年有增加 增加一些支出 然后一般政务 还有警政以及 教育科学文化支出和债务 这四项呢 他今年度的支出呢 是比上年度减少 整个家总合计起来呢 本年度的正是北的这个支出呢 107亿 7800万以言 是比上年度增加1亿 3740万以言 好 那 有关 有关这个施政计划考核的这一块呢 我们提了一些相关的意见 列在什么报告的议篇里面的 各主管机关别的向下 这部分呢 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 另外呢 我们虽然提的意见 基本上是都是有一些缺失啦 但是也不可否认说呢 那个 嘉义市政府这边 他 在中央104年度的考评里面 他有很多这个业务还有工作计划 也得到不错的奖项 包括 他 104年度中央考的总共的获奖的有175项 那其中呢 像 列为第一名啊 或者呢 优等啊 或者分数在90分以上的呢 也有62项 像 我们这个 画面上所列的 比如说 地方财政业务 这个辅导方案考核作业呢 这个是全国第一名 这个属于债务管理 那我想这个是跟 贵会议员理事先生呢 这个平时 对于预算的 严格审查还有督导呢 有绝对的关系 另外像交通部的这个平和市府在104年度的旅游服务体系 服务品质提升评比呢 也在 非直销市组呢 占第一名 另外呢 像 这一个警察局在交通部的平和第七届的刀恩创新贡献奖里面呢 也得到第一名 那消防局在预销的旅游能力评比呢 也是特优 那个收入局 他的这个基增业务考核是丙主第一名 东区附证呢 他在104年度自然稳评证的发证绩效呢 也是第一名 这个都是市政府 他本身在104年度的这一个各项计划考核里面呢 算是不错的部分 接着大概政府的资产负债的这一个部分 104年度的资产是40亿9千多万 负债是59亿7千多万 那短处呢 大概是18亿8千多万 另外呢 本市的这一个一年以上的公共债务呢 只有3亿5千7百多万 非营业基金几借的债务是35亿2千5百多万 那这一部分是属于福祉内征收基金的 它是一个自然性的 不列入这个债务比例的项目计算范围里面 另外呢 潜藏债务的部分呢 总共是344亿9千多万 那这包括三个部分 一个是呢 应该付给这个特需公教人员 约会存款利息的差额的部分呢 有4亿2千多万 另外呢 教育部呢 它委托政治大学 它试算未来30年需要负担的 这公务公教人员的这个 这个贴修金呢 有333亿7千9百多万 另外市政府像 特定的这一个专户存款 或者基金调借的款项呢 有6亿8千多万 那总共合计是344亿9千多万 接着报告 第四项是 营业和非营业特种基金结算的审核 营业基金的部分呢 嘉义市政府呢 它有两个营业基金就是 宜市场和果菜公司 那这两家 这一个 104年度总收入 省定为7千7百二十八万元 总支出是 7千7百七十八万元 那存损是 49万元 那最主要 这个亏损的原因 它最主要是 这个果菜还有余货 它的拍卖量呢 未打这个预算 未打预算数 另外一个原因是 那个余市场 它有征提员工的退休金 所以造成这一个 104年度 它有 虚伪的这个亏损 第二个是 属于作业基金 那作业基金有五个 本年度的总收入是 四千零九十八万元 总支出是 两千八百零五万元 那年度的剩余是 一千两百九十二万元 这个部分呢 它产生剩余最主要的原因是 一个是平均地钱基金 它收为以前年度 补助计划的剩余款 另外一个原因是 福祉内区断增缩基金 它有收到公共工程 第一标它的厂商的 违约金的罚款 所以它 它 它这个 104年度的剩余呢 有一千两百九十多万 那第三个基金是 特别收入基金 这个在家业市也有五个基金 104年度它的基金来源是 48亿 一千一百多万 基金用途是 45亿 三千四百九十多万 那104年度的剩余呢 有两亿七千六百一十二万元 那这个剩余数 最主要是 因为啊 那个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它那个北温国中的 老旧校舍整建的工程 也经历致用 也未如意其 因为支出减少 所以它造成这个 稚饿的这个剩余 那有关基金 结算的部分 我们也提了几个 几个审核意见 那第一个是 渔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的 营运管理 还有意见交易的这个情形 有一些问题 包括说呢 这个渔货主和成销人 日渐减少 营运规模 就长期停滞 像那个 因负担的 员工退休准备金 它提累的费用 有一点偏低 在今年我们请他们来补提 另外有一些 那个以后的预价的价格 它大部分都 采这个参考价的这个下限来办理 这个跟市场行情就差很多 这一部分呢 它就影响到 这一个管理手续会的这个收入 这一部分呢 我们以上的这一些东西 的这一个缺失呢 我们通知渔市场来 来检讨改进 那第二个是 扶子内区段征收 开发进度 落后的这个问题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检查的时候 发现说呢 它这一个基金之间的资金 调度机制呢 应该要稍微来检讨一下来提升 整体的财务效能 另外呢 因为它公企延宕呢 没有办法成就 拨款的条件呢 财政部那边呢 诶 那个资金拨不下来 所以转向金融机构去生贷 衍生增加利息费用 那 另外一个就是说 啊 扶子内区段征收 它是用挤债来 挤债来支援的相关的 这一个工程经费的支出 但是因为公企延宕六年呢 衍生额外的利息费用 这样子呢 会建高它的开发成本 那以上呢 我们呢 也请市政府呢 来积极赶办 那第三个是 下一月捷电推广计划的办理情形呢 未尽完善 这一个呢 我们发现说呢 这个 这个 下一月捷电推广计划呢 有推广几年 但是呢 我们交易室 年用电数呢 呈现递增的趋势 也没 应该是没有达到这个 解鲁减碳的计划目标啦 那 这一部分呢 另外呢 历年的计划族行期间呢 也过短 没有在下 下月前呢 先行办理 宣传推广 以至于呢 推广效益呢 没有办法提升 另外呢 承包的这个厂商呢 他在族行这个计划的进步呢 有些延迟啦 所以 在下月时期已经过了 他有一些那个 推广的这一个工作项目呢 还没有完成 那这些缺失呢 我们也通知市政府来研磨改善 那第一个项呢 我们就各方 索尼的这个 关注的焦点呢 提了几个建议意见 第一项是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工程的部分 那市府在98年间呢 有订定这个污水下水道 使用费的征收自治条例 但是目前为止呢 根据这个内政部营建署 它的统计资料呢 我们嘉义市的工工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是0啊 啊 这个跟澎湖县是同一级啊 另外呢 污水的处理率是16.42% 这个部分呢 也 只有赢台东的10.43% 比台东好一点啊 那 依据这个防保局 它的这个检测资料来显示呢 我们嘉义市流域的污染来源 它主要是来自于家庭排放的生活污水 那污染程度呢 大部分就是中度还有严重的污染程度 而且呢 一天一天严重啦 所以我们建议市政府呢 应该来积极赶办污水下水道的相关建设工程 强化这个污水的处理效能 改善这个我们的流域的污染情形 第二项是有关车辆窃盗案件破货率逐年下降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发现说呢 这个嘉义市的汽车窃盗案件 它的破货率从民国100年的45.18% 降到去年的24% 那另外呢 103年的时候 全国的平均汽车窃盗破货率呢 是78.83% 那我们嘉义市近五年的 这个窃盗的平均破货率呢 大概呢 只有37.39% 这部分是有一点偏低的 有点偏低 那失窃的这个原因呢 今检讨的结果呢 包括说呢 那个失窃的时间 大部分都在深夜 而且嘉义市的浮温比较小 窃盗案以后呢 立即透过联会道路 就开到临近县市去解体 侦查不容易了 所以呢 啊 我们建议这个警察局呢 应该要强化预防性的勤务 掌握关键的查记时机 通盘检讨 分析失窃的态样 还有区内的失窃热点 确实来类管周边意义嚣张的场所 有效阻断嚣张的管道等等 好 那第三个是 有关空污品质的这个问题 是细悬浮微粒监测处超过标准 的这个问题 那近五年来呢 我们嘉义市 有关那个悬浮微粒PM10 和PM2.5这两种呢 除了本年度的这个PM10的平均值 没有超过以外呢 其他全部都超过规定的标准值 那市府 他为了改善空气污染呢 有成立空气污染防治委员会 那主要是以在嘉义市 就能看见益山积雪为目标 那 我们执行的结果呢 我们发现一些缺失也提了建议的 包括说呢 应该要先去了解污染源的类别 以及来污染源来源的根本 才能有效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 那个臭氧以细悬浮为例呢 他大部分呢 在中午以及下午呢 他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对于血统室外活动 还有市民的户外活动呢 都有不良的影响 那以你的参考专家的建议分析 接近其他的县市的作为呢 来源于可行方案 来应变防度 好 第四项是 毒品的施用 的问题 那毒品的施用 明明呢 有年轻化的趋势 衍生了相关的社会问题 那在 95年7月的时候呢 市府呢 有成立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来办理相关毒品危害的防治业务 那我们也发现说呢 从100年到104年 第三级和第四级的毒品 他的犯罪查夕人数呢 也逐年增加 那我们 我们 同仁呢 跟这一个中正大学的 两位犯罪研究所的教授呢 有这一方面的请义呢 那我们提了四项的这 就四个方面呢 提了几项呢 加强落实各项防治措施的 这个意见 第一个呢 是在毒品的查击方面呢 像第一二级毒品呢 他应该要受尿疫检验 这些人呢 他的警方的管理系统里面 两年后呢 他会自动除挡 但是呢 一二级毒品的那个患者呢 他并不容易戒除啦 所以 应该还需要加强追踪 以免呢 成为毒品防治的这个漏洞 另外在毒瘾戒指的方面呢 三四级毒品的使用 人数呢 逐年增加 而且年轻化呢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 对于 毒品危害的这个奖息 出息率呢 他却是逐年降低啦 而且呢 他的 这一个奖息方式呢 大部分是长时间来播放DVD 的方式来办理 这样子的话呢 有 学习成效不佳的这一个 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建议说呢 应该要开发多文化的讲习课程 另外呢 在保护辅助方面呢 应该要积极来协助 要赢者的再度就业 对 可是这一方面呢 目前的执行比例偏低啦 而且呢 这一个中毒主义就业机制呢 应该要来建立 同时呢 对于 这一个要赢者家庭 以及他的家属的 生活的支出服务呢 也应该来积极办理 那第四个是 关于预防宣导这一块 那学生族请的宣导方式呢 引以呢 以多元化为导向 来提高宣导的效益 另外我们有发现说呢 在104年度呢 国中的老师呢 有百分之八十几的老师呢 他没有参加这个 教书反读诸能的研习课程 那我们是建议说呢 应该要加强这一个 这一个国中教书的研习呢 对于这一个中学生呢 这一个族群呢 来做加强宣导呢 培养他们 季节毒品诱后的能力 那第五项意见是 有关南兴国中的 第二校区的探索体验学校 第一工程的延档的这个问题 那南兴国中的第二校区 他兴建探索体验学校呢 在98年就已经核定计划 那目前呢 他是第一期呢 仅完成建设这个攀岩塔 以及大溜索 两项的探索体验设施 其他还有29项设施呢 上月完工 没有施工啦 没有施工 另外呢 在规划设计 工程里约管理 还有工程进光验收 营运管理等方面呢 也应该呢 要加强来办理 所以我们提了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说呢 应该呢 要加强规划设计第一期的户外高空 高低空探索设施的规模 以符合营造探索 体验学校的这个特色 第二个是应该加强理议管理 督促设计征造单位 管控承包商来的这个施工进度 掌握各项作业期程及施工丙职 以如期如期完成这个工程 第三个是呢 应该要何时办理进光确认 以及验收作业 依规定的期程来完成 第四个是呢 本案呢 应该要及早来办理促刊案件可行性评估 以及后续的营运委托规划 那订定土树的这个营运权利经济土地 以房屋的租金 将来呢 这个工程完成以后呢 可以早入取用营运 以提升这个经营的效益 那座位像是 有关高风险建筑物公共安全监督管理的这个问题 那嘉狱市呢 附近它存有一些断层 属于呢 台湾西部呢 密集发生地震的这个区域 那市政府在98年到103年之间呢 配合警销单位公共安全检查 总共有3313件 但是呢 没有就以发生公安事件等 违建公共场所来列管检查处理 另外呢 对影响建筑物耐证高安全的项目呢 也没有纳入检查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呢 建议市政府呢 应该呢 积极呢 研磨散策呢 来健全高安全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 以及耐证的改善基础 属于保障民众生命的财产安全 啊 最后报告结语 那以上呢 是针对104年度 嘉义市总结算的审核 做综合简明二要的报告 那详细的审核情形呢 敬请参阅本市省边的 104年度总结算审核报告 以上呢 报告呢 敬请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会指教 谢谢 谢谢黄主任的报告 好 各位同仁 审计师黄主任已经报告完毕 那么议程请继续 审议104年度本市总结算之审核报告 及财团华人文霸基金会决算 好 各位同仁 现在进行审议104年度本市总结算 那么既附属单位决算 及中计表之审核报告 以及财团法人嘉义士文化基金会的决算 请各位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 那么依照早上议员出席登记发言的先后顺序 每人发言时间是10分钟 首先我们请陈迅之议员的发言 主席 有我们省计师的主任 我们市府的市長 和国家的一级主管 我议员当年 去这些审议审核 大家好 秀先生 我来请教審计室 主任 我请教你 你在你的家义士总结算的审核报告 日本啊 你的第二月 我十几年来看我们的结算 我没有看到 看到之后 我驚一个很大的 你这嚇到 你有说 我们的财务 财政的总控 又是 跟他说是很穩定 但是呢 我们的公共财务 还没行的 加上把基金和全貨照照的6亿外 又欠我们台湾银行公告令员 由非存款的差异利息 对国 你说的 如果推育未来30年 我们必须要负担 股材 公告令员 退休金的欠偿付债是338亿 764万 如果加上6万多 348万5千控37万 我就一直在想 84年之前的旧债 照你这样推育30年来说 65月退休 还加上30年 也差不多90月了 还有那么多的旧债 我们就要更行 台湾银行的只只利息 你利息还是差一点 利息的补费料 就要300个月 我算是说 如果加仪税 大概一田 只要上上十億 才能够来擬补这些负债 我不会说 主任我都会千猴后来说 你們這個是怎麼去算 是只有我們加義氣而已 或是 或是全國 加起來做素衣 還是只有我們加義氣 單單就要負擔這三百多月 你們是怎麼算的 請黃主任來答覆 來 告訴你文博先生 這個 第一項 這個公告人員的 那個利息的部分 這是帳戶處理 的一個時間差 其實 因為 我們差小是到年底 年底因為 這條小 這個時間差的部分 他怎麼不會行 但是這條每天都會行 但是我請教你 每天都會行 為什麼 什麼 中國起來30年 未來30年 必須要再負債這麼多 難度 公告人員 應該沒有 像我們說要提撥嗎 你們提撥那些 人家提撥那些 人家提撥那些 他們以前都沒有提撥嗎 我 我 陳議員報告一下 剛才說的 那些公務人員 那些公務人員的 優惠存款 18%二十的部分 這10天的負資 是說 稍微處理的時間 時間差 在這裡而已 但是這10天都有處理 現在你的重點 你的重點 是在說 30年的 這個 股責公告人員 的負責金這塊 三百幾億這塊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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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理的 就是我們 家家父子 家家主的公務人員 Buddhism ا比DIA公告人員 donít 本人還沒算 真的要負責很多 可是我剛才說的是 如果65年來 surprising 提薦 84年以後 才不會失去18%的歷史 這麼多 beside84年前才有 尚 MCU 對嗎? 李宗這塊是沒有問題 主要是這個貸有金這個 剛才大議員 這不是貸有金 你現在是說是18% 他也有了一保安 一保安要去做一項 我說家義市是怎樣 你們之前都沒有提報嗎? 家義市在勸告人員都沒有提報嗎? 你如果提報是不會負責這麼多 對嗎? 那為什麼你退後來30年 未來的30年 必須要付他們的利息要300多億 這不是利息 這是貸有金 300多億這是貸有金 這個議員我幫你報告一下 但是你存款差額的利息 你現在是存款差額的利息 不是退休金 我就是說 十幾年來看你們的結束媽媽 我看來近年看一張 兵容嚇一張這麼大的 我家義市要貸他們的利息 30年以後就要300多億 我家義市一年要存10億 要來補貸這裡 家義市就不用建設了 沒有 我給你澄清一下 利息的保安 我剛才在說是 它是帳戶處理的時間差 可以 這個我們每年 市一億多 這個都有在乎 重點是這個貸有金 你剛才在說的 這是告六部 它從政治大學 推算30年 然後 全國 每一個館市 它都有推估 這 你如果去看 其他館市的新的報告 它都會講到這個 這三百幾億 這個 這是 政治大學的教授 他們試算出來的一個結果 這不是我們算的 還有保安 他們 他們中央 他們在對國說 我們 我們的國家 欠多少 未來 要支付多少錢 什麼 這個貸運金的報告 是他們 在推估的 販幕 的志力 所以說 甚至在這裡 潛藏負債而已 就說 未來30年 可能要付這麼多 但是你 講的是 有的人 會 翁星 但是翁星不一定 所以這 只是一個 推估的潛藏負債的項目而已 主任 我是覺得 做事你們的推估 不是 加餘市 真的 未來一定就是要付這麼多 這樣結算你們就不用 那 你就叫他們 推估給你們 就好了 你們推估 你就不必 寫在你們的結算裡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的意見 你的結算 你的結算 你的結算就是 依照嘉義市 他們 國庫室 所去開 他的資訊 你們 想說 這樣開了 是對 不對 你說的 我們嘉義市每一年都有在 都有在 都有在 都有在付消 都有在付這個 我們的清償 我們的債務 那我在想說 有可能 跟一個公教人員 30天來 必須要付這麼多的理事 如果這樣 我覺得你們審計是 這補個 我覺得 就有很大的出路 我讓陳議員補個 一下 因為這比行政院主席總處 如果這樣說起來 嘉義市就必須要付這麼多 嘉義市的財政聖統好的 還要付這麼多 如果全國 好 我不會 過千億 又過萬億 對啊 所以說 如果叫你們審計 台灣還幾年來 30年來 我看台灣就不去了 所以你看 那個 報告的報告 我們全國的 未來的支出 我做的報告 你們就要 你們結算來講 你們就是 你們如果要審計 我真的心很害怕 真的台灣不在當時 要討論 台灣不在當時 要破散 另外一項 我就要報告一下 因為這是 你們要很精算 你們像這個 你們也有政大 還要推估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事情 你們也可以推算出來 你們也可以去算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標檔 是行政於主教長處 他有規定說 要把這百分的潛藏負債 列入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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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有這個表達 好來 請坐來 好謝謝 主席來 他剛才說的這個 是你們主教處 你們 你們 請方處長來回答 主席成員 那剛才沈醫師主委員有提到 我們那個優存18%差的利息 這一部分的話 是因為調度的 那個轉帳戶的問題 說我們沒有基欠 那第二個 他 未來三十年 其實我們現在公務人員 有分救治 薪資還有公保 他現在是跟他說救治而已 對 因為議員剛才有提到 薪資的部分 像我個人有救治 薪資還有公保 那我 救治是要由家醫師政府負擔 那薪資部分 我們有提每月的基金 還有公保 是由公保 我們去提存 所以都不成問題 他這個定義 我是就是說 很多人是有意見 因為你未來三十年 這 等於我救治年資 我有八年的年資 他一直推算 我現在 可能我未來會活三十年 那由這個去 這個我就說 有比較 擴大一點 實際上是沒有這麼多 實際上我覺得是沒有這麼多 我救治八年 八年之後他就開始算 以後我推他可以多多久 啊啊啊啊 現在議員就說 再來新陳的 比較年輕的 而且現在政府 在推年金改革 最不穩的話 好 時間請延長一分鐘 有時候就是說 類似像這種齁 你都有時候說 我們市政府都 都這樣八百元 你們神記也八百元啦 對不對 你們一定要是 調查清楚 然後再寫嘛 對不對 不猜說 你是在跟我們查消的 你跟我們查消 是要比我們 比我們更加 更認真 更加 嚇不得更清楚 更重 靠位你們寫出來之後 上班的政治大學 來把你們寫下來之後 你們就可以寫到 寫到這個報告 這樣讓我們 結果我們問起來 我們主席說 沒有那麼多啊 沒有那麼多啊 是他們朋友的啊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我希望說 我們神記事齁 我看你們十幾年齁 瘦語在變而已 其他的文義都差不多啦 你們在說話說 好 叫我們改善 你們也要跟我們教 叫我們改善 跟我們做一下 好 好 好 謝謝陳信之議員的發言 那麼繼續我們請 黃秋澤議員發言 好 大家早 好 他說 我們黨議員在說的 齁 我稍微看 再補充一下 齁 看不見大家這樣 看得到心來走 走 不用走走 沒有人走走 齁 因為 是這個時候啊 會是我們 現在 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的負債 3億多嗎 3億5千740萬 齁 當然還有保留所 三千控 三千兩百控五萬 都中三億 八千九百四十五萬 這是我們 屬於現在的負債啦 齁 我們的負債 但是我們的負債 我們還有一些 這個賬戶齁齁 專戶齁 還有專戶 還有賬六億多 六億八千三百五百 六億八千五百三十二萬 七千三百二十九 這是六億多 齁 我們新家的報告裡面 這是給專戶借的啦 代收代付的專戶 和保管款的專戶 和地方發展交易支店的專戶 六億八千幾 所以應該說起來 我們現在是差不多十億多了 十億多了 這就是 政客的所需啦 啊今天齁 我們優惠存款 利息差額齁 我們以前 一百控四年度 優惠存款 利息差額 公務人員跟教育人員 就是公務人員 就是公務人員 它都做五億四千四百五十萬 但是中央負擔七十八 我們負擔三十八 我們負擔值的八千一百五十萬 這是我們利息差額 十八百的利息差額 我們一百控四年度為準 值的八千一百五十萬 哦 再來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跟教育人員 的時候齁 它的負擔金 公務人員是三億公 三百三十萬 教育人員是五億九千五百萬 家家的八億九千八百三十萬 所以這是一百控四年度的負擔金 八億九千八百三十萬 它剛才那是優惠存款的 那個我們要負擔值的八千一百五十萬 總統一年 這些優惠利息存款的差額 公務人員齁 跟負擔金 我們要十億七百九十八萬 其實我們都每一年的醫生裡面 我們退休輔助裡面 我們都變十四百多了 所以說這是每一年 每一年這裡的消化 當然你來用一年這樣哪來哪坐 還算三十年 這是三百幾 沒有不對 但是這是每一年會消化去 因為我們的醫生就都有變化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做參考說 標示齁 這些負擔金和優惠存款 這些負擔確實是很重的 比我們地方的醫生 就占百分之十四點多了 哪來的負擔會哪重 所以要提清我們醫療的財務 要控關給負擔 但是依然家裡是 我們如果說做齁 我們台灣做了之後 做成金門媽祖 我們的財務 所以應該不太恐怖 屬於我們的財務 大概十億通了 十億通了 這才是真的 你們真假的 給我們的資料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的時候 會怕 聽到三百幾個卡位用力 我們的稅率到稅率到百幾億 我有時候會感覺 特地在想這個割擔 我們議會的這種 跟心異勝 異勝 修法有效 割擔心 你們心結識的心了 回來到這裡 我們是白癡而已 要說不說不說也差不多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這樣 所以說 這麼多年來的時 這個割擔會飛去 不是這個意義 你們心了 心結識的心了就全勝了 我們在這裡 幫你們做一個建議而已 所以說有很多這個割擔 很奇怪 我簡單記幾個例子 以前的錢 我們的高宇宙 南北東大樓 這是中央全亞波座 南東跟北東 全亞波座 都當的錢 大概差不多34億元 包括物價調整指數 現在半了 81億元 還有存 還沒那麼多 還9億元 還有存24億元 但是裡面5千萬 是在收購的 當中看9千萬 有可能要賠人 存23億元 23億元 這是中央全亞波座 這特別理想 我們89、92、92 四檔的特別預算 中央全亞波座 要92年多鐘完成 結果今天一時 我們先100坑四年多 還到100坑五年 都要不登堂 北東不登堂 每年就 穿著保留所 就保留十四億元 穿著保留所 就再一個月元 一直 都沒有進行 這十多年 我還沒聽過心計師 裡面跟我們說 在報告裡面跟我們說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全部你也要問行政處的處境 過去 這十幾年行政處的處境 我現在行政處的處境 全部你也要問市長 過去的市長 到現在市長 想要專業保留的東西 你到底是在做的嗎 大家正處正處 沒有正處到了 想要不做 說出你真正的理由來 是不是要繼續做 還是 報告沒有了 把處境處理 如果沒有 你超過五年的中台 會嫁回 不然你也要 以後變得以前 還要來給議會 再想一想 都沒有啦 如果沒有 萬人啦 聖家政運作人 都沒有萬人啦 放了十幾年 十幾年 十年就說 隱於積極改善 改善 改善都沒有做啊 所以這樣 雖然他們很認真啦 那些 大小人那些 但是重點齁 重點的問題 他們都輕輕放下 重點是我們心機的共鳴 沒辦法發肥啦 你也沒辦法怎麼做 你也沒辦法對市長怎麼做 你也沒辦法對市長怎麼做 你也沒辦法對 我就不做啦 不然你是在哪裡 我就不跟你說啦 我就不跟你說啦 我正常的市長 我就不做啦 不然就是 你的整個設計 建築書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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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追求建築書啊 為什麼 這個二十幾年 平心 這個平心委員算出來 第一名 建築書有問題 整個設計有問題 你要追求平心委員 你們這些平心有問題 還是建築書有問題 有問題是你整個設計 對照的問題 讓人體貼一人百變 靠這個建築書 這裡都說 還是市長都說 還是從這裡來 這裡有三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去探査 這些市長都要做 真正的那裡已經沒做了 現在要做了 現在要做了 有一個時間 你到底有什麼 說我清楚啦 議員齁 就有聲音嗎 我教育市民了解一下 你是要比賽夢啦 幾便便不做啦 你一月經 北港路 兩大七段爭爭 十五年以前 變成一個可情境評估我罷了 五十五年炎地踏步 身體頂起來 要稍微在天堂 這十五年 這十五年 心結神的報告裡面 這麼多年 我也沒看過 對不對 汙水下水道啊 這麼多年 七十七年 中央做這個政策 九十八年 我們就開始了 結果咧 我們的普吉利利盈 到現在一百空四年 就算了 都不做了 你會的 還沒退去接任嗎 對喔 後來開大金收一百年 十二月三年 大家就要完成了 到現在 一百空五年 十五年 我們在想一百空四年 我算了 這樣十五年 現在超過五年了 這個政策 之後的利息 之後這麼多 工程 延長這麼久 到底是什麼理由 什麼人有證明 全球證明 每次都這樣積極改善 積極改善 這這樣 心肝腎都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 是重點 很多 不是啦 心肝腎是很認真 但是公明 適合 我們以為 整個 要講 經講 給你做參考 一百空四年 和二七 中央 我們所有的 一百空四年 一百空四年 一百二年 到底是去做多少 你要去查 現在還沒 你要查一百空五年 一百空四年 不要再查 你做多少 就怎麼加 做的都什麼道路 什麼叫四七道路 四七道路 他們的幹部 當中央法座 都市議會 已經開篇道路 跟那個 紀政道路 才會先建造法官 立委 在調查 第一派 第一派 請延長一分鐘 大法官四百號解釋文來寄成大陸 這叫做祺福道路 除了這些儀化拿錢拿我們國務問的錢 他就去做的 都是儀化的啦 要堆求啊堆求是 這就不是祺福道路 你們去做 去維護去 這堆錢都要堆回來 這支人員都要找出來啊 一百塊五年就在便宜 那天就好啊 要給我說明啊 這是不是祺福道路 就一個計程度路 這兩人你們在說的 名帝都拿起來 我也告訴你們討不可 你們一百塊四年度做的 到一百塊五年度現在做的 都拿起來 提供給我們做堂口 你們這些有儀化的 都無儀化的部門 無儀化的家公、部門、公家的錢 去做的 那都有儀化的 有儀化的要查 一個人要麻煩新建設在查 一個人民政府去查 謝謝 我要做做的要做完年 那沒有要讓人 好 謝謝黃秋澤議員的發言 那麼登記3號的廖天龍議員 有沒有在議場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先請登記4號的 張秋華議員的發言 好 謝謝議長 市長還有神紀4的黃主任 以及市府的一級主管 議員同仁媒體記者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是在身材這個 100.5年的這個活動 那以後 新建設給我們的報告 100.4年 104年的這個稅入 通常是 一百四億四千三百三十一萬 你說稅存呢 是一百空七億七千八百四十八萬 那整個稅入稅出 三檢之後呢 他的餘額齁 就是 剩六億六千四百八十三萬 我們還了這個債務呢 總共還了四億五千零四十三萬 所以我們的餘額齁 要還有兩月一千四百三十九萬 這是議記 新建設剛剛主任 你所有的報告 那依據你的報告裡面 我有幾點質疑齁 在這邊想跟我們主任 來做個探討 過去在這個審計報告裡面 我們從這個尊傑的預算出來 可以看出大概哪個部門 節省了多少錢 尤其在我們的 我們裡面的審議算的是最大的意義的參考 那我在這裡要請教我們的審計時的主任 在你金閣這個節儀裡面六億萬 我要請教 我們就人事的節儀部分 大概剩了多少錢 人事的部分 請黃主任來回答 就人事的部分 因為一直在你這個兩本齁 兩本的報告裡面 我一直找不到 有這一方面的訊息 你把它分為九大類嘛 但是就是沒有看到人事的部分 一百零三年 我記得好像是一兩億做優 那一百零四年的報告沒有看到 好 給議員報告一下 這叫這個 教議是所編的民主委的這個 各省的會總表 他一個一個一千五百四十一億多 一個一千多 一億一千多 好那我想再請問主任 依照你的這個審計報告裡面 我們市政府所有的缺失都在裡面 主要的 主要的 對我想 對 您講的主要不是全部 我想 沒辦法一一處一處一處去檢討 我請人事這個部分 先來給你做一個檢討 人事一億一千萬的尊傑 您認為這樣子會不會影響整個市政的一個推動 它的績效會不會影響 依目前我們嘉義市政府的狀況來講 會不會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 這個民主委的基層的執行 這跟那個市府的營爛 的製造有關的這個 我要問的說 這個人事的尊傑 會不會影響所有的市政推動的 績效不張的問題 會不會 一個單位的主管 美國 美國說 他的靈願 營料不足 造成說 他政策的推動 有困難 當然是會 像我們目前嘉義市的主長 欠兩塊 副主長三塊 沒有報 還有科學主管 也都沒有報 這樣會影響到市政的推動嗎 應該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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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這樣是好 還是不好 如果你站在心界的立場 你認為這樣是好 因為我們 國務人員的客人 一個蘿蔔 一個坑 是 有一個頭 來帶一個單位 在推動 政府 應該是會比較順利 會結合 會比較好 好 謝謝 主任你的回答 我想 市長你也有聽到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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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蘿蔔 一個坑 我想公務人員的職務 每一個人 為每一個人 重要的地方 所以市長的市政推動 一直以來 我想市政滿意度 為什麼會這麼低 跟市長的用人 哲學 有絕對的關係 市長 我在這裡建議 市長 你也給我看一下 市長 我給你建議 你也要給我看一下 這是一個最起碼的一個尊重 市長 在這裡我請問 心界市的見論 他說 人事預算的尊傑 會整個影響市政的推動 使你的市政推動 會績效不張 所以這個部分 請市長 你特別注意 在第二點 我想再請問 黃主任 剛剛從你的審計報告裡面 我想在這邊 要跟你提的 一項 藍興國中的探索問題 藍興國中的這個 學校的這個探索 體驗影 我想您剛剛報告 所有設施的 第一期的 兩項完成 就是那個攀岩塔奇大留所 那還有二十九項 衛施工 然後在你的第四點報告 針對這個 藍興國中的探索營 你的第四點報告 你有鼓勵促餐 促餐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鼓勵民間來參與 我們的公共建設 那我想請問教育處長 我們這個藍興國中的探索營 目前第一期的工程 是已經完成了 這二十九項的工程 是在第二期 還是第一期裡面 教育處長請你回答一下 好 請余處長來回答 好 謝謝大衛主席議長 謝謝張議員 對於南興國中探索圓區的關心 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經都完工了 二期的工程目前也都在進行當中 已經花包了嘛 這二十九項的設施裡面 目前都在施作當中 我們依據整個工程進度裡面 在這個月底 相關的工程能夠施作完成 好 處長你請坐 好 謝謝 那我想再請問黃主任 既然工程都已經花包了 你要怎麼樣來跟他們建議說 用促餐的方式 是不是主任請你建議一下 有你更好的辦法 怎麼樣鼓勵他們來促餐 他已經花包了喔 第二期的工程已經花包了喔 這個怎樣來促餐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促餐是我們同仁 到市政府去查核的時候 那個市府這邊他們所提的意見 就是說將來這個學校如果工程完成以後 他們要辦這個促餐案件 這個就不叫促餐 這個叫OT啊 我們設備都已經完成嘛 委外經驗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你這個建議是錯的喔 還是他們提供給你的訊息是錯誤的 這個是我剛剛報告 那不叫促餐喔 我剛剛報告就是說 我們同仁去市府檢查業務的時候 他們給我們的訊息是說 來 那處長你再解釋 黃主任你請坐 已經花包了為什麼還要叫促餐 來 處長 余處長 好 余處長請回答 這個叫OQ喔 這不叫促餐喔 來 跟議員來做報告 因為相關的設施完成完了以後 委外的經營 這叫OT啊 對 委外的經營裡面 但是OT案 不管OT案的這個區塊裡面 它是符合所謂的促餐條例裡面 相關的一個規範裡面來進行的 促餐就是像我們現在國民運動中心 從開始他們就來參與這個公共建設 跟議員報告有時候是BOT 有時候是OT的方式裡面 所以方式有不一樣 但是它都符合所謂的促餐條例裡面的相關 我希望你們的那個施政的方向要非常明確 不要能無空間嘛 促餐跟OT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身體是報告一種 你們跟議員報告一種 結果起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剛剛就很納悶說 到底這個工程是花包了沒有 你說是花包了啊 那花包就不叫促餐啊 不然現在給你們看包工廠的人 他要來做嗎 要來英文嗎 他要來英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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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議員報告啦 他要來英文嗎 他要來英文嗎 他如果沒有英文就不叫促餐啊 他英文當然是他是工廠 他一定不是英文的 就嘛 那就不能叫促餐啊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以後你們跟審計師報告要記紙禀報 不要亂講啊 對不對 好你請坐 還有一點喔 那個剛剛審計師的報告喔 市長我也希望你能夠聽一下齁 食安問題是你最重視的 我們食安的登錄呢 處長有講 剛剛主任有講 嘉義士目前有登錄的700幾家 未登錄的還有1000多家 這1000多家的 剛剛他的審計報告裡面 包括我們的市長 你自己說英文你做當事長的公司 我們的市長 還沒登錄啊 是不是這樣子來 那個黃主任 已經你的那個食安報告裡面 是不是余市長 也沒有做這個登錄的報告 在你的這個工作 在你的報告裡面有 余市長 市長 時間請延長一分鐘 好沒關係齁 這個這個文字 來 黃主任 因為時間不多 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有寫這個 余市長的這個食安登錄 沒有依照我們這個衛生局的這個規定 來登錄這個食安的一個 余市長的部門 麥克風來 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查食安的時候 當時是針對那個檔案的全部的檔案的這個數量來看 但是並沒有真正去看說到底是 你在國菜市長余市長裡面你有建議啊 他的食安沒有做這個登錄的這個工作啊 你看你的那個假23號 假23有啊 假23還是在哪裡 你詳細注意一下 那這個部分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請衛生局你這邊也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以上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做一一的討論 謝謝 好 謝謝張秀華議員的發言 那麼繼續我們請黃營志議員發言 主席 市長 各位主管 各位黨人 我們媒體記者 大家好 首先 要問我們文化基金會的問題 要先釐清一些責任 請問我們的審計室主任 我們文化基金會你們有審查 請請主任說 好 方主任來回答 謝謝 我們報告一下 這個文化基金會的這個東西 我們今年是 只是 只要對他們所送的評估表來做書面審核 但是 我今天很難看我們的同仁 有去查過這個案 那時候也有 好像也有處分過兩個人 有處分過兩個人 文化基金會他的那個投資案 財務報表 兩年前 那現在這個104年度的算在裡面嗎 你的兩年前是03年開始 那個 那個 今年喔 只是針對他們所送的那個 結算效益評估表做書面審核而已 沒有真正去查 今年抽查沒有排這個單位 你這本是104年 去年度的 所以 104年度有看過就對了 有審查過了 只是審查他的書面報表 一個評估 效益評估表而已 沒有真正派人去抽查 對 那你 處分的那個是 年度是 算是哪一年的 是 前年啦 102還是103 那時候那個案子有儲溫 儲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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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查一下 那你先請坐 再來問我們的文化局長喔 我們這 文化基金會的業務是什麼 請教授看 請文化局黃局長來回答 謝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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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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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管月嘛 是 表舞儲溫活動 對 那 這個基金會 它的成員有哪些 董事長現在是 董事長 我們的 有 總共有21個董事 那麼 三個監事 那麼董事呢 主要有 我們 既定的有 市長還有文化局長 還有我們師父的一個同仁 之後都是外聘分為四 四類的成員 包括了 社會選擇 企業 藝術 擅長 以及對藝文 文化熱心的人士四類 那麼我們平均下去 邀請外界人來參與 是 那現在董事長是 市長嗎 市長 是的 那請你回來 把董事的名單給我 提供一下 好 請問一下我們基金會的決策是怎麼來的 是董事長還是何一致大家開會決定 我們一般是採何一致 就是說我們半年會開一次會 所以有一些重要的議案我們會提出來 然後大家討論之後 來報告 報告了一些我們平常在執行運作的狀況 讓所有的董事能夠了解 是這樣 那你覺得我們基金會的財務狀況好嗎 運作得怎樣 因為過去有一些投資 那麼我們也一直在研究 每次開會都在討論怎麼樣讓這個基金能夠 用最有智慧的方式 使得它的基金能夠有成長穩定 嗯 那你們講的就是像審計師說 那是102跟03的事 那基金會 重要的是 他非營利 他在辦活動 是的 那為什麼你們基金會要去做一些業務外的投資 要去做一些定存外匯的買賣 為什麼 喔 這是早期的時候 當時考量的 大概是因為希望基金能夠有所增加 那麼這個不要抱歉 這是先前的一些作業 我會去了解之後 詳細再跟議員報告好嗎 對啊 那也是102跟03啊 為什麼現在 去年104還在繼續做這個基金的定存 那個不是基金 就是外幣的定存 為什麼要去買外幣 你們外幣去做定存 利息收入189萬多 結果會對損失600多萬 那你覺得 你們如果要開公司的話 你為了賺那一些利息 結果會對損失600多萬 你們都沒有人在管嗎 怎麼會繼續做這樣去 謝謝議員 我們所有議員說的是 我們所有的這些投資 或者做這些基金的買賣等等 都是有透過我們的所有董事開會研究 那麼甚至還有專案的諮詢 了解之後才採取這些措施 也就是說 是有整個議會深入的去了解之後 來做這樣的措施 對是沒錯啊 那問題是102到審計是怎樣 102就開始 你們那時候就已經有賠錢了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下去 那就是以這次來講 最近期就是因為覺得 他的整個走勢 我們因為我們的董事裡頭 有很多的是在財務這方面 比較專業的人士 所以他們評估了最近期的 整個的基金的走勢 是有獲利的一個可能性很高 所以才繼續沒有賣出 繼續把它維持下去 那首先我要說就是你們 這個業外投資跟你們基金會 是沒有關係 要賺錢也可以 但是你說的是 他既然是專 他自己覺得他很懂來做這個事 那為什麼還會賠這麼多錢 你們沒有設停損點嗎 還讓他繼續一直賠下去 如果是你個人 你會讓他這樣一直下去嗎 這個好 這個因為 抱歉因為這個是合議制 所以我們是整個是尊重專家的一些 考量跟判斷 那或許甚至是 買基金確實有他的風險存在 好 那你先請坐 謝謝 問市長 那像你們的基金 拿著投資 現在了多少錢 現在誰要負責 市長請你講 請圖市長來回答 謝謝市長 謝謝黃議員的特別關心 這個文化基金會 竟然是花不少錢去投資 我覺得又嚇了一跳 那這怎麼會 跑去投資呢 而且是投資藍貨幣 不是投資美金或入幣 那這當然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追究 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的董事 他們有組一個小組叫投資 這裡面有很多的 他們認為是比較懂的人 那這個名單的話 也需要我再給你 那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子 一個決策 我們當然不大知道 那是不是有專人在建立 還怎麼樣 但是後來 果然是一直 藍貝幣一直貶足 一直下來 所以會損的損失很大 那當然一開始還有一點利息的收入 我們利息到目前還要繼續收入 所以我來理由 做針對這件事 幾乎每一次 董事會都在討論這些事情 要不要繼續下去 那後來是因為 看到說 我還特別去請教謝金河 我想說 這個部分是 他說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停損了 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晃 那每次晃 還好今年來 這一年都來 這個部分是 藍貝幣有在相對 那既然是 市長你上任之後 就應該整個把它停掉 對 那時候 兩派 一派說 馬上停掉 另外一派是 都停一半 另外說再觀察 所以我們的確是 這樣子在進行中 那還好 就是這一年 藍貝幣已經腰斬好幾年 你還繼續下去嗎 不是 那個是以前 這一年都也是爭執 以前的錯誤 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是不是應該 當機立斷 但是那時候 我們去請教專家 以及我們董事 大家開會說 以前錯誤 就算了 但是現在 不能再錯 所以現在就是要停 還是要 那我們就是隨時 一直 爭大眼 要看 什麼是要停 或是要停一半 但是因為一直在爭執 最近又有點浮動 所以這個部分 這段期間 我們是 會轉差 請延長一分鐘 我覺得你們這個 沒有錯 沒有錯 現在要賺 現在後來要算什麼 你只要賺他的歷史 結果會差 腰斬 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 錯誤決策 當然我們現在做的是 兩個都有 我們歷史大概2%多 但是會差我們會增加 但是這個以前到目前 整個算起來 的確損失非常多 那為什麼 沒有認真的 去每次去看 而在數當的時候停數 我是不知道 那自從我做董事長以後 我們每一次都在討論這個 什麼是要停還是不要停 所以我們目前 一連都來 是 會差 我們賺了 綠差我們也賺了 我覺得你們這個 要好好討論 要做外匯 每一次一定都在討論 你也不是基金經理人 對 請一會兒 趕快投資的部位 捏個兵端給我 好 謝謝 謝謝 醫生 好 謝謝 謝謝黃營之議員的發言 那麼繼續我們請 蔡詠泉議員發言 議長 市長 大家好 首先來請教我們 新潔是我們黃主任 第一個問題 我看你們報告裡面 這個用詞 看得好像看不到 雖然這兩句很簡單 隱於 隱於 隱時的隱 便宜的隱 這兩句是要怎麼解釋 隱於 這是什麼意思 我每個建議都看的 來你解釋一下 好 請黃主任來答覆 不好意思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是我們的用詞 就是 可能是這樣子比較好 這樣子比較好 可能是這樣子比較好 不是絕對一個行政指導 那你有A修理嗎 沒有A修理 這個部分 是建議性的 是建議性質 沒有絕對的基數 這樣 心結識的公平 有辦法發揮 通常我們提這樣的意見 用這個 用這個 住詞的時候 那個 市府的 機關 各單位 通常 也會接受 接受 他們有解釋嗎 你們去追蹤嗎 就他們給我們的答覆 還有我們 以後去抽查的時候 去追蹤他們的辦理情形的時候 我們都會 做這一塊 追蹤的這個查合 你們追蹤之後 如果還沒有改釋怎麼辦 我們會繼續 在這個報告裡面 提議意見 但是 你們 例子這樣 你追蹤 也繼續不改釋 你們在這個 責34 責34 第三項 積查採購 事務情形 各機關辦理採購案件 兼派員積查結果 兼有不符合法令或企業規定 或設計舒服 姑怨不俗 建造不周期 输工不符情形 這點裡面 幾乎 這十多年來 連年都在有 連年都在發生 這要怎麼說 給你報告一下 因為 這幾乎 不是說我們交義士 比較有這個情形 沒有啦 你不可以說我們交義士 我們交義士就可以有 不是 因為 這個 我們 政府機關辦工程 有的 不是專業的工程機關辦的 對 你如果說 交義士 政府有專業的辦的 你這樣可以清一方過嗎 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 團體的時候 如果有 沒有那麼多的部門 我們會改靠款 我們會叫的靠款 一個 或是說 那個 有的 那些 那些 承受基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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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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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座部裁充,鎮座部裁充,鎮座部裁充 這部份,他... 這時尚發生啊 我們挑戰的時候... 現在不能說,挑戰不能指上作為 我們挑戰的時候,如果有挑戰到 類似的鎮座部裁充就對了 有發生這個謀病的時候 我們同時都會通締他 要改善啦 這是基本的啦 他如果說因為我們發展的時候 我們的統帝出恩人 嚴重的報恩 出恩,不痛不癢 工程品質埋下好因 這不是現在才有 兩久以來就這樣 本事在這十多年來 一直看我們教育時的工程 每次看每次都有 有 那你從我路改善 那個工程的品質 這是... 有夠壞啦 那很壞啦 那這農費 佩設的六歲金呢 他再把我們的主委農費在這不良的工程上 這個我們心結識的齁 我看你要多加努力一點 不要這樣引於余營啦 那齁 沒有A數利 那再來齁 第二天給你請教 你從這裡吃三縮 那裡... 不是三縮 那裡... 不是三縮 各位 賀府的排水工程 你們做這個排水 除了駐鋒廚 那駐鋒廚 你們發現說 在做的過程中 發現說被堆砌 這個營建廢棄圖 跟漏塑 啊這被堆砌多少 多少... 多少... 多少地方工程 你知道嗎 這...這沒... 這沒... 賀府你們做排水 以防厚屋地區 那個... 帶他來煙水 啊結果 你們... 在... 發言支援你做 這一百空幾年的事情 你們... 發言說齁 啊... 裡面... 因為... 有備... 違法... 營賣營建會支援跟落書 這在...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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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余... 余...余... 余...余...余...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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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供大家這個營建會區也跟路索嘛 這個營建會區跟路索是被塩埋幾地方公司 幾個月幾地方公司 這... 這百分齁 我們五千那個... 市區這邊齁 出的工廠... 工廠... 去... 去... 開... 開... 市啊... 就... 找幾個店齁去市區就對了齁 市區發現說齁 他的... 這個... 台北市區的所在齁 其實... 面積並不太大 只是說... 當時在市區的時候... 不太大是多大? 蛤? 不太大是多大? 他... 當初開瓦的時候 因為他窩0.3公尺的時候齁 他就窩到噴射啦 那後來齁... 那個市府那邊齁... 他們有... 有...有...有去... 市府那邊 這是... 黃... 公務局... 公務局啦 公務局啦 公務處... 公務處那邊齁... 有...有再去... 去... 開...開... 你叫叫叫來... 來... 幹部處長來... 你...你... 你...講一下 好...請公務處處長來回答 呃... 謝議長還有謝議員的關心齁 那這個案子我有初步的了解齁 是在... 呃... 今年我們其實已經準備要來發包 把後續的後... 那個... 那個... 制宏齒把它完成 那... 當時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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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個... 呃... 有銀建廢棄土的部分 陳如剛剛主任的... 說明喔 其實他的面積是... 相對小的喔 啊... 相對小... 我的... 我的印象裡面喔... 他應該是... 你稍等... 是... 相對小的影響我們的... 這個... 制宏齒和排水功能嗎? 相對小是... 多少你說... 呃... 我的印象裡面應該是... 數百立方米啊... 多少啊... 數百啊... 就幾百立方米的... 數百立方米的... 對... 應用我們的制宏齒的功能嗎? 跟我們的排水功能嗎? 呃... 他不是影響制宏齒的... 是必須先把... 挖出來的... 銀建廢棄土 要先做處理... 做分類... 那屬於... 廢棄物的部分... 數百立方公主... 這是... 不算... 但是你... 對... 那... 所以我們本來... 我看... 欸... 我印象裡面是只有... 你... 因為他的範圍並不大... 我的了解是這樣... 你的範圍不大... 對... 真的假的? 是的... 是這樣子... 我們本來已經發包... 準備發包工程了... 那... 現在是那個... 用地的... 土地使用分區呢... 因為他原先是農業區...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在那邊施作制宏齒... 那這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 呃... 跟... 國產署啊... 他們要以委託... 代管的方式喔... 那... 由我們這邊來做處理... 那同時也來做個案變更... 這個厚的車喔... 你們再做多少處理室就沒啥厚啦... 因為那裡的陰水啊... 包括... 那裡的那裡... 那裡的那裡... 那裡的陰水啊... 那水啊... 那水啊... 就是... 河床、溪床、墊高... 第一點、第二點... 他的那個... 自動排水... 已經輸出功能嘛... 因為... 請延長一分鐘... 因為... 道路面的... 洪水要進去... 蓋底了... 他的... 自動閘門不開嘛... 什麼不開... 因為三鳳來... 三鳳來... 他把那個閘門... 他的壓力啊... 把閘門關起來... 你裡面水就... 排不進去... 排不進去... 水底嘛... 就在掛底嘛... 主要是這樣啦... 因為主要是溪床、墊高啦... 你... 路面裡面的水... 排不出來啦... 因為溪床、墊高... 你... 三鳳來... 他就把那個... 閘門... 蓋起來... 所以那個閘門已經不公念了... 已經不公念了... 啊...你跟那個... 司工不良... 設計不當... 那... 台本... 那... 台本所在啊... 就只花錢而已啊... 只花錢而已啊... 只花錢而已啊... 正正的處長... 郭公園... 跟正正的處長... 彈花... 要跟他說他就沒在聽咧... 他們就花錢而已... 那問題就沒辦法去解決... 開到桌子也不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好... 謝謝蔡永泉議員的發言... 那麼繼續我們請戴寧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一級主管... 議員同仁... 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 我想首先喔... 根據審計室的報告... 我想先請... 請教一下我們警察局局長... 審計室報告這邊有說喔... 呃... 嘉義市政府... 為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辦理... 強化、掃盪、契機車及自行車... 切到犯罪平和計劃... 這邊... 他報告面有指出... 我們... 嘉義市... 從民國一百年的... 一百六十六件... 切到案... 案件... 已經有降低到民國一百零四年一百件... 有降低的趨勢... 但是我們的破獲率喔... 由四十五點十八%... 掉到了二十四%... 那... 全國平均契機車破獲率... 在一百零三年... 已經達到了七十八點八三%... 但是... 嘉義市的破獲率... 近五年平均數只有三十七點三九%... 這邊請教警察局局長... 為什麼我們的... 破獲率的數據... 和全國性... 來...相比... 居然差這麼多... 來...局長...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有什麼原因... 請警察局... 黃局長來回答... 謝謝大議員... 我們嘉義市長期以來... 就是... 汽車的失竊... 都偏高了...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剛才那個數據... 一百年是一百六十六件... 一百零四年一百件...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 到九月三十號... 是六十五件... 我們破獲是十七件... 破獲率確實是偏低... 那這個有幾個因素就是說... 我們嘉義市... 第一個我們... 面積比較小... 我們發覺... 那個... 來做這個汽車切到的這個集團... 一般都是外縣市進來的... 所以我從去年... 我就非常重視... 這個汽車切到的這個案例... 我們也... 舉辦了幾次專案勤務... 甚至動用一分級二分級行大... 在深夜埋伏... 那有追蹤... 來偷竊的車輛... 他逃離的方向... 但是來講就是... 我們嘉義市的監視器...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追蹤到... 但是離開嘉義市以後... 嘉義市以外的地方... 監視器... 我們就沒有辦法追蹤到...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 歹徒進來我們這邊偷竊的... 他的車號... 但是車號一般都是變長... 所以就沒有辦法... 進一步的...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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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一直要... 重視的... 的方向... 那我們主要是... 預防跟... 跟偵查... 那偵查剛才有提過... 那預防我們會再加強... 局長... 因為我們的案件... 發生切到的案件... 見識已經變少嘛... 那你剛剛說... 因為深夜的關係... 所以... 機車他... 汽機車被... 切到之後... 他移到外縣市之後... 出了我們嘉義市之後... 我們就很難去追查嘛... 但是... 如果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就導致我們的破獲率... 降低... 以前做得到... 現在卻做不到... 那我覺得這樣也是有一點... 不...不合理啊... 那...那你可以告訴我說... 以前做得到... 為什麼現在做不到嗎... 那個... 事實上... 以前喔... 我們看數據啦... 以前的數據也不是說很好... 對... 但是警察不能退卸責任... 所以我在... 對我們局裡面的要求... 是一定要... 查到... 那個... 汽車切到的集團... 那你有沒有具體的... 辦法... 我們應該怎麼樣... 預防這件事情... 當然辦法很多啦... 如果說照自私的... 那個... 警察這個... 囂張的管道... 清查這個... 治安人口... 這個我們都有做... 但主要就是針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切到集團... 所以我們在... 分析研究... 這個... 汽車切到它發生的... 那個... 時間... 地點... 另外... 歹徒怎麼樣進來... 進來... 進到我們這個... 這個峽區... 是讓我們有初步的一些資料... 但是就是說... 像我提到就是說... 他逃離... 離開我們這個嘉義市以後... 我們就很難追蹤啦... 那這個是我們應該再加強... 那你說辦法有很多... 你們目前做了什麼... 我想聽聽看... 我們現在那個... 順動專案... 順動專案我們就是... 查抄... 查抄我們轄區裡面的... 甚至到... 嘉義市以外的地方... 去查看有沒有... 偷竊的汽車... 那另外就是... 校葬場所... 那個... 我們去... 去查看有沒有一些解體的啦... 或是說... 張車啦... 那另外我們在深夜齁... 就是... 根據歹徒... 進到我們轄區的這個... 路段... 我們去做... 零檢盤查... 路檢... 那希望能夠... 局長... 其實你講的這個辦法... 也要需要配合我們的... 警力... 需要足夠啦... 那在我們現在分局很多的警力... 其實是... 分配不足的... 那這個部分... 還是必須要... 追根救援喔... 我們必須要去... 在我們這個警力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補足... 想辦法把它補足... 是... 像你在做任何的... 機查... 或是巡邏... 或是預防... 你才有辦法... 有足夠的人員去做配置嘛... 是... 對... 那這樣子... 其實現在我們的監視系統... 也都是非常的... 完善... 那我們的破獲率... 從以前... 這麼... 呃... 的數據... 跟現在降低... 以前的48.18... 到現在24%... 其實已經... 降低很多... 其實這... 我們真的要去... 檢討... 然後民眾也才會安心... 否則你... 現在時代進步啊... 但是我們的... 破獲率卻降低... 其實是... 讓民眾來講... 對民眾來講... 他們的安全... 他們的財產... 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這個部分... 還是希望... 局長這邊... 你還是要追根救援... 怎麼樣的... 降低發生數... 然後提升破獲率... 可以嗎... 譬如說那個... 我們全班刑案的破獲率... 到上禮拜是90.47... 全班刑案... 所有的刑案... 我們... 我們破獲率是90.47... 那我希望你在這個... 切到的部分... 也是要加強... 那個切到... 那個切到... 我們會再加強... 好... 來... 局長請坐... 謝謝... 然後... 接下來... 請問我們環保局局長... 我想這個... PM2.5... 也是... 也是... 很多民眾相對... 很關心... 然後市長也... 很重視這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已經... 設置那個... 電子看板... 來提醒民眾... 怎麼樣去... 現在的空氣品質是怎麼樣... 然後如何做預防... 可是... 近幾年... 近五年... 我們嘉義市的平均值... PM2.5... 還有PM10... 都是超過規定的標準... 我想... 請問環保局局長... 我們在... PM2.5... 的... 這個... 空氣污染的部分... 我們已經至少努力... 從市長上任開始就努力了... 已經有差不多快兩年的時間... 請問環保局長... 目前對於嘉義市... PM2.5... 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看法... 或者說他的那個... 數據有沒有下降... 請環保局長... 局長來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代議員... 關心這個部分... 我想... 最近這幾年... 經過努力... 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 104年的時候... 已經... 把這個... PM2.5... 的部分... 從... 34.7... 降到... 30.4... 如果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今年同期... 就到... 一到七月來講的話... 我們又... 降到了... 27.5... 比同期... 去年... 大概是... 30.8... 大概改善了... 10.7... 當然... 後半年的部分... 我們還是... 持續在努力... 那改善的措施... 其實... 是有很多啦... 包括... 去年我們做了66項... 那今年也都... 持續一直有在... 進行改善... 那局長... 你說到那個66項喔... 之前我也跟那個... 前任的環保局長... 我們有討論過... 這66項都是... 針對我們境內的... 汽機車... 的廢氣排放... 來做改善... 跟機差... 但是我想... 在這邊... 您可不可以... 具體的提出... 我們的污染源... 有從... 就是... 主要的來源... 是有哪些... 呃... 如果說... 我們本市裡面... 主要的... 污染源的部分... 那... 最主要是在... 啊... 營建跟道路的揚程... 這個部分... 會佔最高的比例... 那... 在其次的話... 就是... 一些... 商業行為的污染... 那...主要就是... 食品業的... 油煙的部分... 再其次就是... 呃... 交通工具... 像柴油車... 二行程... 汽機車等等... 這些... 這是境內的... 對... 境內的佔幾%... 呃... 境內佔幾%... 如果說... 我們依照... 呃... 如果說我們依照... 這個環保署... 它那邊的推估... 它有分析... 全台灣... 就是... 呃... 針對這個... 空氣污染源... 10%... 有多少... 境內佔... 所有家裡市污染源的... 幾%... 直接回答就好了... 40%是境內... 那60%是境外的... 對... 那境外是從哪裡來... 境外... 包括就... 很多... 有的可能從... 日本... 可能從... 大陸... 那些地方... 也都可能會... 漂移過來... 你說的都比較遠耶... 日本跟大陸... 那台灣本地的... 範圍... 境外有哪些耶... 所以... 環保署講的那個... 部分是... 以台灣的角度... 那如果... 以我們嘉義... 市的角度... 當然有可能像... 台中的... 火力發電廠啦... 六青啦... 等等... 因為... 整個台灣... 分析起來... 目前就是... 中南部地區... 空氣污染的品質... 是比較差的... 好... 好... 請延長一分鐘... 來... 局長... 我想... 大家對空污這個議題... 都非常重視... 尤其他是看不見的殺手... 隱形殺手... 那... 如果說... 我們嘉義市... 本身... 當然我們要繼續去改善... 那有一些污染源... 是嘉義市外... 在我們台灣本島內的... 我們可以做改善的... 尤其我們現在有... 雲家家平台... 雲家家治理平台... 也有針對... 這個空污來做檢討的一個... 專案小組... 那... 是不是... 局長... 你在這邊有沒有具體的... 一個想法跟做法... 我們怎麼在... 除了嘉義市以外... 雲家家... 這個中南部的地方...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方法... 可以來改善這個... PM2.5的問題... 雲家家平台的部分... 目前... 我們有... 幾項計畫在合作... 包括那個... 柴油車的... 管理的部分... 推動它的... 自主標章的部分... 那這個平台已經... 在進行... 那... 局長... 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喔... 台中的火力發電... 跟六輕... 這些都是... 也是污染源的來源之一喔... 好... 謝謝... 代理議員的發言... 那麼請問各位同仁... 還有沒有... 其他意見... 好... 黃秋澤議員... 補充說明是嗎... 我剛才說問的... 可能... 心計畫的時候... 黃主任... 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還說得最少... 你在心計畫裡面... 裡面有什麼吼... 甘無廚的... 甘無廚的... 每一年都... 都有變... 佈樓... 佈金花家路的遺産... 真大... 你裡面... 心計畫的一個部門說... 有些都是大條的... 相亂... 相亂的... 沒有什麼做到啦... 我有看到你的心計畫... 但我來講... 沒有在講這個問題... 有一個amp... 包括對家的... 都前幾億了... 這重點就是 市區道路,我們家裡市的市區道路 這條醫生貴是要做什麼道路 是要做市區道路 還是要做家庭道路 還是要做現有行道 還是既生道路 還是思責行道 還是有董議士的 或是關於市政府的 這些道路要歡迎的 講歡迎的意義 醫生後你 就要依法在地上 沒有依法的 心家子你要去抓出來 這過去很重的部門 心家子可能沒有主義這部門 所以我特別點出來 一百坑四年,你先抓一百坑四年 一百坑五年,你要結束 後來你要注意 他工務處的 他的改正 可以為何的 他的道路 可以去做的 他怎麼加道路 就是叫市區道路 他的市區道路 他的市區道路 他的方法 還可以讓政風處的資料 市區道路跟兩種 一種叫做都市區的道路 已經開牌 那叫市區道路 第二種 就是既生道路 他的既生道路的改正 就是建築自治條的建築管理制度條例 第五條 第一項 第一款 大法官四百號警示文的 既生道路公 公眾通行 不特定公眾通行 一二三大要政 就是不特定公眾通行 第一通行租出 土地所有前人 沒有意見 第三 通行多久 很久很久 不負紀律 很久的很久的 為日期時代 為八七水災 什麼 要符合這三個要件 這叫 繼承道路 這是鑑護處的改正 計畫道路 繼承道路 這才是市區道路 這樣才可以用我們的醫生 去擁護 去擁護 擁護 如果不是做那些人這樣 去擁護 那些都叫做道理 那些就沒有 違法不下 那些事情就大條 這已經自己解除了 那一百塊四年 開始你去列一座出來 腳在那裡的錢 在外那裡的錢 你叫他 對幾條 落地錢 那些是什麼道路 是繼承道路 還是繼承道路 還是憲流行道 或是蘇貞人 叫都列清楚 不是這個 依公部門的法令 去做的 那些都是違法的 先說是王主任 我說的你敢聽到嗎 聽到嗎 再來一百塊五年度 到現在完成了 我叫他列出來 一條一條列出來 再來 再來 一百塊六年度 以前十一過的 就定機會了 那沒錯 你現在已經送出來了 以前送出來了 你以前扁的 要做的 也一樣 比照這個 把它列出來 你要做的 以前幾億 要做一個條路 這是什麼 標清楚 要多少錢 這個都可以計算的 標清楚 你就違法變 如果違法的消滅 你就肯定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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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 這是你肯定的 法令 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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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議會 跟你肯定 你們肯定 你肯定 你的新家庭的王主任 我说这样 你听会上识吗 你准备如何做 来去简单准备如何做 来 王主任说明一下 来说王医院报告一下 谢谢你主教 这个一个查合的方向 那我们可能就是 由第三课未来 先设计调查表来 看看说这几年 有关这个道路铺设的 这个情形做了哪些 哪一些是属于合法的 哪一些是属于私人的 就像您所讲的 有一些可能有 徒例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能设计一个调查表 先来做初步的了解 然后再来搜查看看 如果需要治疗 需要发明 不很清楚的 你再来找我 好 谢谢 我会让伴问你理清楚 好 好 你听说 谢谢 所以甘母厨的你 如果 郭葛教授 我今天说正常 你发明的认知 发明的改正 有问题 要紧 要重新改正 要紧重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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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紧紧发明的 紧紧发明 你今天送出来的认知 有问题 要紧重新改正 哦 这房屋 这房屋 你这段时间很辛苦 你也了解很多 哦 过去在这部门的发明 我说的这部门 你还要特别主意 因为 这个你还要说 我还要一个团队 我们很多人嘛 这甘母厨的问题太大了 市长 市长 我说你听我了吗 我十次说你都听我了吗 来 这次听我了吗 我说你听我了吗 听我了吗 听我了吗 你到底是 机关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来 你再等一会 你先说 你听我明白 您真的在机关上在哪里 这个哦 因为齐民有在走的路 做人朋友一直去说 舊子在干脖脖的 不然有那么久了 当然 你要去理清 说 这个是死人的 走久了也要死人的 这个是他的光家 有时候会有点困难 有时候说 移民為善嘛 還有人來講啊什麼 有人家會說 好啦 還有這個 我看一看也會說 這個人家會說 這個人家會說 這個人家也是政府修理的 所以說有這個事情會發生 我知道 這個人可以了解 你在說的是依經理 依經理你做市長的 市民有需要的 瀏海的 跟婆婆的 他做市長 你在接任 依法就不行啊 對 他就說我過了說 會很便宜 又很便宜也是你們的 所以過期 沒有修法的 反正就是 你們自己解釋 我跟他說 你解釋不對也是你們解釋的 我是依你們解釋的為主 我如果說你解釋不對 他一直說對 這就好教你講 他都教你在這裡講 他要我來接釋的 你講的 依你講的為主 為標準 你會教會期 你自己做自己符合 這就是我們來好的研究 還來給你請教一下 看這個要怎麼處理 那時候 不可以有資法、玩法、弄法 要有資錯能改 啊你怎麼算怎麼大坑啊 是啦 生到月你怎麼不會受傷 你怎麼教養子都不用做了 你只要大條的路 在街上這幾檔子做完 還有那邊的以前 一個人就不可以過啦 依你們的法的標準 我是依你們的標準啦 你時侯你11月你看就知道啦 依他們承諾,你給我附帶資料 你要承諾,你現在哪有誰跟資料調到問 我還要說 我還要賺到10月份的時候 我還要說那時候都不會過啦 會過的就是叫的道路 比較既成道路 大坑改水四八河門改水 這是很嚴重的 我跟你們為了這個問題 你們探討這個道路的問題 你們探討三個飛機 我用這些情形 我甘願在這裡和你們探討去看資料 你們就不對 卡丁也不對 你們政王家裡 八百公文英文 他們派水給你們來 你沒良心啦 沒良心啦 所以我要請教一個女主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嚴重的事情 這每次都會送給人 你才可以送給人 你會送給人家嗎 改送給人家嗎 改送給人家嗎 我們來改正看改正法 改正禮、改正錢 我來講啦 不對 生意不對 是 看你怎麼來補救 怎麼來做 師父會脆 我來講 你的師父很難看 來你請坐 回去你還研究比較上帥 對 不要這樣捏要捏要捏要捏 再來那個 新建設這位說的潛藏性債務 潛藏性債務 你說的 對啊 是潛藏性債務 公教人員 優惠存款、利息差額 跟他的貸有金 其實我們的潛藏性債務還很多啦 還很多啦 那又有啦 我是因為馬台就沒有心界心的接報告 主價比較財政齁 你馬台還有市政的討論嘛 你用潛藏性債務 市政務的潛藏性債務 你如果要列一張 你一張馬台齁 我要做潛藏性債務 這樣好不好 我說給你們聽好不好 主價比較財政 你們兩個 你們要怎樣 跟我說 台市市政的市政 多好 對 欠多少 要花多少 要花多少 要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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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 好 謝謝黃秋澤議員 請問各位同仁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剛剛是吳上明議員 您說要發言是嗎 好 來請吳上明議員 來 欸 主席 議長 啊 董事長 啊 副市長 以及我們市府這裡的域主管 我這裡的議員 當然 啊 這裡今天的黃主任 齁 審計部的黃主任齁 齁 啊 記者問一下 今天我們是 心家部的 街市 的中國省 一百公四年度 的中國省 裡面的心家部的 有 本事 有看齁 就是我們這個 黑來副大廷修 開發 萬六年啦 因為我們的基金的理石 定存是兩點數齁 但是我們因爲到 這個 江蘇圓基 財政部的協伴 所以我們市府 就要用一般 的這個 韓國的俗 理石度 幾十年 齁 啊 心家部有提出 相當的 這個心家部庫 這是政條齁 流下來的一個 六年齁齁 把這些理石錢 大陸 我們市府 única 多數是多少 現在到第三期 又沒有完成 我只請問齁 我們 市長好 處長好 我們一期二期 已經土地都分了 邀司長 都分了 第三期 又沒有完成 到底一期二期 這些機會到時可以錶 可以趕快興奮回來嘛 當然我們市府拿憲端的建設處理 理事或副委員都不會有回收嘛 是不是 請到姚處長 請地政處姚處長來回答 謝謝各位議員的指教 第一期 第二期 我們現在第一期的土地十五款的部份 都已經辦理店航和團船都領到了 工廠的部份第三期現在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為了要讓土地 可以早前進行表習的工作 我一定在年代以前 第一期 第二期的工廠 才可以表我們要先 沒有要等到的工廠 等到的工廠就比較慢 所以第一期 第二期先去表 如果我們第三期 工廠如果好 我們又接著去表 好 謝謝主長 請坐齁 事實際上 我來這裡齁 實在太狠了 當初演六年 看中間的利息子 以前我們環球組 十幾歲幾歲就說 每一年 每一年各家 付出多少 它利息出來 我希望說 郭處長 我也要來競爭 好運轉運中心 社民委已經 利益完成了 做這個法包 就是 市長 會支持 就是說 發言緊急來看 這種法包 關係 關係 管理 也說 我們自己要 自己要打算 要趕緊去做 你都演下去的時候 這是嘉義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土地 會發展 齁 所以 那天職業 我覺得那些地囑 好 去掛 紅包 對市長 非常大的 會輕盈 本市看下去 也很開心 就對了 所以 我來 這個 複雜營修 這樣 進行 我們 進行 我們可以拿一些身份檔 不然 不然 沒完成 這樣 已經 差不多 總共六年 複雜營修 從 開始 設計到 總共二十年 總共二十年 所以 這個 身體沒有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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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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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製造 一基 二基 三基 一基 製造 鋪 一基 一基 那些 一基 這製造 香港的相關黨庭 我們加義區 都倒數第二名 我們的污水處理 台東統佛名 十點幾萬 我看他就 十點 十點四三 我們都十六點四十幾 我們議員 正所謂議員 他要開污水的消費道處理 我剛請處長 處長 如果做人生 現在 心界沒有 他也拿出求證 對不對 他說 嚴重落後 現在後來 設計法報的改動而已 我請處長 你上次報告這個污水消費道 到底進行什麼政策 請你 請李處長來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 污水消費道的工程 一共分成 主要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管線的工程 一個是 處理廠的工程 那 管線的工程 在昨天 我們 管線工程 我們一共分成十標 那 昨天第一標 已經發包出去了 一共是兩億六千多萬 那他會沿著我們北港路啊 那 埋設這個大型的這個管線 那一直進到我們這個西區 這個 這個市區裡面 然後接下來第二標 第三標呢 會繼續延續第一標的這個路線 那 沿著我們的住宅的這個住戶呢 那進行用戶接管 但是在做用戶接管之前呢 我們的污水處理廠必須來發包 那所以在 呃之前呢 委託營建署來代辦的這個進度呢 我們發現說 呃可能有點落後 所以我們在七月份的時候 應該說八月初 呃營建署也把整個這個 代辦的工程 處理廠代辦的工程呢 再移交回來給 由市府這邊來做辦理 那我們現在正在做整個 污水處理廠的統包工程的發包文件 那希望在今年年底發包完之後啊 在一百零七年的年中 大概是八月份的時候呢 能夠完成 那換言之呢 我們目前努力的目標 就是在一百零七年的年中 要把普及率要破零 那現在都是朝這個目標再完成 好 好 市長 我要講齁 全國二十二間區了齁 只要趁我們家裡齊 六百零 污水處理零 熱鬧 所以咧 這已經 遠足久了齁 我們 土司長起來 這個污水下水道 關鍵要來進行 不能再萬一了 這報告看得到很難看嘛 全國二十二間區 只有我們家裡的事業配合 是零 會處理 萬全都沒有嘛 污水消息到萬全都沒有 所以我是希望說齁 市長 你要用建設來齁齁 你對工事 對設計法包 我先來行 所以我市長 我沒有用你來做幹部市長 對吧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 今天 心界部正式做成 有這個 這個 可以算糾正啦齁 心界部可以一個糾正啦齁 所以希望說 你在污水下水道 這個 工作的 比較認真 跟打招 本事對你的鼓勵 是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吳善民議員 好 張秀然議員請發言 警方事來 weak 歇 Wheels 我幾分鐘就好 不過吳善民議員 我叫這個污水儲理場齁齁齁 我來直接說兩句 那個 所長 呃 污水儲理場齁齁齁齁齁齁齁 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政府開始在鼓勵污水處理廠的時候 嘉義七是示範都市 首先第一個BOT的城市政府要辦的 那時候是陳立貞市長 一直到黃銘會市長 一直到現在屠城市長 接管立領 這對嘉義七的市民來說是一個大小小 經營三個市長 有國民黨、有民進黨 我希望你在污水下水道這個部分 你是專家 在你的現在 你在議會曾經跟現在第二次提到 107年你要突破零接管立 我希望你在這邊議事殿堂講的話 你要呈現你的諾言 但是要突破零接管立的之前 整個設施設備 你一定要有一個環境的配套措施出來 譬如說這個接管民眾出來的這個部分 我們破壞的 我曾經跟你私下講過好幾次 其他縣市有發生過的問題 你一定都要有屬身就全的這個配套措施出來 我們破壞到民宅 接管出來的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去處理 這是你面臨最大要去突破的 要不然你的臉啊 因為我都會停在那裡 這是我要跟你做建議的 以上謝謝 好 謝謝張秀華議員 那麼請問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那麼綜合各位議員同仁的意見 本席在此做個結論 104年度本市總決算 即附屬單位決算 及中計表之審核報告 以及財團法人嘉義市文化基金會 104年度決算 依照嘉義市審計室審核報告之審定數 及嘉義市文化基金會 104年度決算數來含附 為建請審計室日後的查核 以及市府文化基金會的運作 那麼能夠重視議員的建議來辦理 好 各位同仁 104年度本市總決算 即附屬單位的決算 及中計表之審核報告 與財團法人嘉義市文化基金會 104年度決算 已經依法定程序完成審議 請問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那麼下午是小組活動 謝謝各位 上會